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上禮拜印王过时大家都知道 其实同样的这个时间前后 有另外一个家伙也过时了 那就是萤幕上你看到这个人 他是法国新浪潮的导演其中一位 他叫做Jean-Luc Godard 地震 好酷哦 录影的时候正好地震 好了 没关系我大概不需要逃跑 同学应该可以看到我的画面正在动 我们一起经历地震这件事情 好anyway 所以他过时他叫做Jean-Luc Godard 新浪潮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有一群导演被group起来 称为这个新浪潮的这么一个革命的一个这种 这种他们的这种 你看现在抖到会有点讲话讲得不顺 好了 因为我同时脑袋还想要另外一群新浪潮 台湾也有一群新浪潮的导演 我不太确定跟法国这个新浪潮 有没有是重叠在一起 应该是没有 因为他好像他们称为French New Wave 那台湾也有一个New Wave 那台湾的那群新浪潮的导演 包括谁呢 侯孝贤 杨德昌这些人 好 还有谁啊 我怕我漏讲了会很没有礼貌 不过算了 好 所以这个New Wave这个概念似乎可能没有国家 或者很多国家都有 所以法国有French New Wave 那他过世了 这是Barry告诉我的新闻 很感谢 那这个真的算我同文成外的东西 好 他91岁过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所谓的这一个革命性的新浪潮 到底在隔三小新什么东西这样子 长得很帅 个人觉得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说了些什么 我们能学到些什么英文字 好 那你其实可以想象 他既然是那种革命性的新导演 那他拍的东西一定就比较反传统这些的吧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看的一个字就叫做Provocative 好 其实还不算是一个真的很深的字 因为他的动词常看到Provoke Provoke有激怒激发的意思 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形容词 有一个东西可以激发你的思想 我们这个叫做Thought Provoking 希望你还记得 OK Thought Provoking Thought 那Provoke again 激怒激发 像不要随便激怒野狗之类的 因为他会追你 所以Provocative形容词 所以这边说了 他拍的一个第一部片 他的Debut feature Breathless stood for years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ital and provocative directors and he has died 这样子 OK 好 所以Debut这个字也很常看到 所以他的首次的这个出道的出作品 首发作品 Debut Again不是什么Debut 他的发音 他是个发文字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字其实值得介绍 介绍 surround 所以他过世的时候 走得非常的安详 然后被他所爱的人围绕着 这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死的时候 都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走 所以这里说 他说 He died peacefully and surrounded by his loved ones at his home 好 所以这个 He died peacefully and surrounded 是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surround 我很想讲一下这个 小小说一下文法 因为我知道好像很多同学来 是为了多看一下文法 surround这个动词 其实跟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种的那种 不是很多种 很多这一类的动词 它的用法都是同样一个逻辑 这逻辑就是会有三个party involved在里面 就x surrounds y with z 三个party ok 有xyz这三个 那x surrounds y with z 这个概念就是 x呢 用y来包围着 z这个东西 ok 不对 讲反了 应该说是x用z这个东西 把y包围起来 为什么我突然间自主要讲反了 因为我脑袋run了一个句子 run完之后发现不对 那个好像说错了 所以马上能够self correct 举个例子来说 很快的 例如说我是这个 我们讲这个例子 也ok啦 假设中国今天真的攻台好了 所以中国用什么东西攻台呢 他可能就用船战舰 把台湾岛就团团包围起来 这样子 然后再登陆啊或这些的 所以我就可以说China surrounds surround谁啊 你觉得下一个 y是战舰还是台湾呢 台湾 surround Taiwan 用什么来surround战舰 with加个像battleships这样子好了 所以China surrounds台湾with battleships 所以这就是surround的一个 主动动词的用法 听懂意思 那你能不能举一反三 如果说今天你的人生是很正向的 你希望你的身边都是正面的朋友 所以我尽量让我的身边围绕着都是正面的朋友 这句话用主动该怎么说呢 主词是我 对不对 I 那surround是我的动词 跟楼上一样 那surround接下来下一个字是什么 下一个字 刚刚是台湾 中国围绕台湾 我surround谁啊 台湾吗 当然不是嘛 那我下一个字直接就是正向的朋友吗 不对 我是用正向朋友来围绕谁 来围绕我自己 听懂意思 所以下一个字其实是反正代名词 I surround myself 那我用什么来围绕我自己呢 正向的朋友 so with friends that can bring me positive influence 我讲positive friends 听起来蛮奇怪的 ok so with friends who can bring me positive influence 说的啰嗦一点 但这个句子绝对是ok的 ok so I surround myself with friends who can bring me positive influence who can influence me positively ok 那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动词用成被动的 所以这句话如果改成被动 myself变主词 那反正代名词不会当主词 所以我就又把它变回i I am surrounded ok 然后后面加with friends who can 后面就一样了这样子 所以surround常常用成被动的 可是我们要从主动的方式 去理解这个动词 会好理解一点 好听懂 good 所以这就是这边说的 he died peacefully and surrounded by his loved ones 所以他被他所爱的人包围着 cool 所以把surround这个idea讲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强调 他是一个那个比较革新的 革命派的 新的导演 新浪潮 所以他反传统 反传统 我们刚刚看过provocative 那跟反传统好像没什么关系 那下面看到这个字就真的是有反传统 所以他 所以这是 那个 这个法国总统的 Ma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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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样子念 Macron 因为我知道法文的那个R是那一个 的一个音 所以虽然说这个英文字看起来 发音很像Macron 可是应该是念成Macron 好 anyway 猜测一下法文怎么念 所以他也对他致敬 他paid tribute 所以tribute这个字就有致意致敬的意思 所以他致敬他 然后他称他为最反传统的最破坏反偶像的 破坏偶像主义的一个导演 所以他就 he paid tribute to Goddard as the most iconoclastic of the new wave directors yes iconoclastic icon这个字 它有指标或之类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安迪沃和就是一个 美国瀑布文化 popular culture的一个icon 这样子 所以an iconic feature 所以icon这个字ok iconic是他的形容词 那如果你是反偶像的 你就是iconoclast 所以名字iconoclast 那形容词iconoclastic yes 所以它是反传统 the most iconoclastic of the new wave directors cool 然后他又被视为国宝对不对 那国宝这个字其实也很简单 国是你知道国家 可是还有一个字叫nation 也是国家的意思 形容词national 那你可能international这个字更熟悉 所以它是一个national的什么东西呢 宝藏treasure treasure 这个字不是很好念 我很多学生都念的不是很精准 不是treasure 这个我们也说过 压力这个字 它的发音真的就是pressure 可是前面这个宝藏叫做不是treasure 所以不是shur结尾 是jur结尾 可能你会觉得 干这发音有差吗 有有有有 再一次压力是pressure 那宝藏是treasure jur 我还要再emphasize一下 不是jur 像这个是罗杰这个男子名 roger 这就很清楚的有那个jur的音 那他也不是那么精准的jur 他是jur ok so 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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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太过头了 所以不是treasure 也没有这个字 treasure treasure national treasure 好 大家可以了 那拍很多电影没错对不对 对不起 我刚才去说一下 就刚刚那个麦康 他要强调 we have lost in national treasure 可以 失去了国宝 然后下面说是 他拍了很多电影 那你说 many films 当然可以 我们常会介绍这个 就只要遇到 我都会想讲一下 这一系列的 有时候叫 a series of 那很多就 an array of something a host of something 所以这都 我们都看过 所以这边看到也是 a string of ok yeah so Goddard also made a string of films 好 a string of films string是 绳子线之类的意思 ok 那串一个珠珠那种 也可以叫做 a string 这样子 ok 好 so he made a string of films 然后再来 接下来继续说下去 所以这些电影 它常常都是 里面充满了一些 政治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所以 接下去它马上就说 so he made a string of films often politically charged and experimental 这两个字都常常可以用在 然后这种 这种事情的描述上 像实验性的电影 experimental 非常好 那里面还有很多政治意涵 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 political satire 或之类的 satire就讽刺类的作品 所以 politically charged ok 像那个电极 我记得托福曾经上过一堂课 讲的是下雨的雨云 或者打雷的应该讲说 有的云会造成雷极雷电 那里面就是有很多正极负极的一些 那些水蒸气在里面 那个正极负极就是 positively charged 或者negatively charged 所以这个politically charged 大概同样的概念 ok 好 那没问题 再来 然后他也 当然就充满他人这个美学在里面 所以美这个字 我们也有介绍过 所以他的 所以Gadard's film set the new tone for French movie aesthetics 所以aesthetics 这个字是美学 好 酷 ok 然后呢 他拒绝用以前传统的那种 说故事的方式 所以这里说 Gadard rejected conventional narrative style 所以那个讲故事 我们叫做narration 那甚至我们说电影里面 或者是一些纪录片有旁白 那个旁白就是narration 那讲旁白的那个人叫做narrator narrator 有时候我们就说 the film is narrative by谁谁谁 所以被谁来去讲解这个电影的 所以narrative这样子 narrative这个字 也可以当做一个名词 它可以被理解为是 你对一件事情的话语权 或者阐释权 这样子 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政治事件 那这个政治事件 可能左派跟右派 或者绿营跟蓝营 他们解读的方式不一样 那我们有时候就 解读 难道要用interpretation这个字吗 当然也可以 可是你也可以说 这是蓝营这边的narrative 这是绿营这边的narrative 所以每个立场都会有不同的narrative 所以大概这个字也可以用来表达说是 把它说成立场好像也不是不对 反正就是一种叙事方式 所以narration narrator narrative narrative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 所以他不是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讲电影 来说拍他的电影 so he rejected the conventional narrative style ok so Goddard rejected conventional narrative style 那取而代之的是他用很多 跳跃式的那种剪接方式 这个在他的这个布文里面 还是念作副文 他的那个 就会说他这种拍摄手法剪辑方式 我看到是中文 因为我也看了中文他的时讯的报道 所以继续读下去就是 so and instead he used frequent jump cuts 啊你看jump cuts 跳来跳去的剪辑 that mingled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with action scenes 所以他这个jump cuts呢 就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那混在一起跟mingle这个词 mingle这个词还不错 mingle mingle用在社交场合上很好用 像例如说 我们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社交场合有时候用function这个词 像例如说你公司的尾牙 就是一种company function 你看function不是功能吗 可是他的名词也有这种 社交聚会的一个名词的意思 mingle 啊function对不起 那你到了之后你就 我们赶快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些的 很多同事虽然说平常见到面 可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聊天 so let's mingle with the crowd 所以mingle with your colleagues mingle这个词 就混进去这样子 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mingle 所以他用一些这个jump cuts 他就mingle了什么东西呢 哲学的讨论跟一些动作的一些场景 so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with action scenes 可以 然后他又用很多的好莱坞的那种帮派电影的一些 一些他的那些那个一些reference 比如说说不定用教父啊或什么这些的 应该不至于用了教父 因为教父比他的年代还要后面 我猜是 but anyway 所以他用了很多references to Hollywood gangster movies 那动词是spiced it all up spiced it up 所以spice这个字 一般来说是这个香料 spice 那所以他像是家香料一般的 用很多好莱坞的ganster movie的references 来把他的电影spice up 所以过去词变成了spiced it all up spiced it up spiced it up是现在词 所以这边这个过去词 有时候要把它念出来的话 比较困难一点点 so he spiced it all up with Hollywood gangster movie references 好可以 那对什么东西致敬 so he not to什么东西 所以not这个字点头也可以 所以这也可以是一个 动词或名词这样子 所以他用很多文学上 或是视觉艺术上的一些 这些东西来把他电影讲的 弄得更有趣 然后这边又说了 那因为他这种拍摄啊 或者是他走的路线啊 事实上跟当权者 是有的时候是有点冲突的 这样子 所以这边一个词叫做 brush he had a brush with French authorities in 1960s when he made the little soldier 所以一部片叫做小士兵 the little soldier 那他he had a brush with French authorities 所以authorities就当权者 had a brush with something 就你跟他有点冲突 这样子 had a brush with brush你知道这是什么 不是梳子啦 其实hairbrush也是梳子 brush也是像toothbrush压刷 所以brush就是刷子这样子 所以你跟什么东西有点刷在一起 翻译不过来说是在的 但你大概懂意思 OK 好 所以他是非常左派的 而且是毫不妥协的 所以我应该把这个句子整句念一下 So Godard who was later to gain a reputation for his uncompromising left-wing political views had a brush with French authorities in 1960s when he made the little soldier yes 所以他后来就得到一个 reputation who was later to gain a reputation 什么 reputation for what for他的uncompromising left-wing political views 所以他毫不妥协的 左翼的左派的政治思想看法 uncompromising compromise就妥协的 所以uncompromising不愿意妥协的 左派left-wing political views OK的 所以跟当权者有一些这个弄得不太开心 然后再来再看一下也是一个有趣的词 yeah lampoon 好 所以他在他的这些电影里面 有的时候他的角色就会lampoon什么东西 lampoon是什么东西 lampoon这边我有找一下中文的这个翻译 他就 如果你看不到荧幕的话 我会建议你看一下 戏仿 戏就是戏剧的戏 仿就是模仿的仿 所以他用这种 就用自己的作品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 然后达到调侃或者是嘲讽 甚至是致敬的目的 他是属于二次创作 大家懂意思 你可以想像有的电影里面会这么做 在电影里面做致敬这样子 OK 周星驰的电影常被人家致敬 有没有 甚至自己致敬自己 讲的是拍那个西游记什么的时候 所以我爱你 我希望这段感情的期限是一万年 我记得这个reference就曾经被用过好多次 好 anyway 所以他就 his characters lampoon the hypocrisy of Bergera society even as they demonstrate the comic futility of violent class war 这句话真难翻 但我们尝试一下 所以他的character会 lampoon 刚刚讲的西方 所以二次创作 好 调侃 什么东西呢 就是中产阶级的虚伪 虚伪应该反对 hypocracy 偽君子 hypocrite 偽君子 hypocracy名词 所以lampoon这个中产阶级的hypocracy 什么是中产阶级 中文你大概知道 所以英文的话你可以叫它middle class 可是有另外一个词叫做bergera 这也是法文字 我还曾经真的看过这个词被翻译成布尔乔雅 谁用过呢 吴念真用过 我当时看到我傻掉布尔乔雅 什么三小 什么布尔乔雅 后来想想想想想 哦 原来他用了bergera这个字 那也何必呢 你就说中产阶级就好了吗 一定要这么文情 吊书袋 实在是 好anyway 所以这里说了 the hypocrisy of bergera society 中产阶级社会 那即便 他们demonstrate出了这个 comic futility of violent class war 真能翻 即便他们展现出 展现出什么东西呢 就是 很暴力的 阶级的战争 的 没有用 OK 所以这个阶级战争 阶级的class war 基本上是没用的 是futile futile的名词 futility OK 可能这些字都比较难一点点 futile futile就是 徒劳无功的 所以futility 是他的名词 那而且这个 徒劳无功 很好笑 所以你在那边 阶级斗争 可是事实上 失败的很好笑 所以这里才说了 even as they demonstrate the comic futility of what of violent class war 所以class war 就阶级斗争 阶级战争 OK 好 所以这个 这个英文写出来 因为我没看他的电影 不过 看他这些描述 我大概可以想象 是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画面 大概是 好 希望你也做得到 能够想象得出来 那我们就看最后一个字 这个叫做 the establishment 那这次有什么好看的 你知道那种 像左派的 他们很想 有时候常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冲撞体制 那想要把体制推翻掉 或这些的 所以什么叫体制 就是establishment establish 这个是有建立的意思 我们加一个the在前面 所以我们看 一样 我们就直接再看 刚那句话的下一句 it came out 这就是他刚刚说的 另外一部片 叫做weekend 所以it came out a year before popular anger at the establishment shook friends 这样子 OK 所以这里the establishment 就是我们讲的体制 所以在英文中 也有一个词叫做 anti-establishment 就是反体制 这样子 所以establishment 这边还翻译成建制派 所以支持主流跟传统 主张维护现有的体制的政治实力 所以这个术语能够用来描述 控制政体或组织的统治集团或经营 存在于一个社会封闭的社会团体或这些的 或特定机构中根深蒂固的经营阶层 说的好啰嗦 但你大概懂意思 establishment 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political establishment 甚至像例如说 白色巨大 你知道医学界这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称那个为叫做medical establishment 所以这个在像我们说戴口罩这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医疗体系都非常维护的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说戴口罩没有用 我也看了很多报道说戴口罩好像真的没有用 那到底 那问题是我们的传统的医疗体系会去支持这个说法吗 大概不会 所以也一样 大部分的医疗体系他们都是支持 大家一定要打疫苗 所以the consensus in the or among 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 is that everybody should wear masks or is that everybody should get shot right should get vaccinated 每个人都应该打疫苗 但是我知道有非常多很多人 事实上觉得说疫苗不好 像我爸也觉得说 打了三级不要再打第十级的这样子 那但这些说法绝对是不会被这些 medical establishment所同意的 好 好啦 所以讲这也大概够了 我好像讲觉得有点严肃 那不知不觉讲是讲完了 那总之这个导演 你如果不认识他的话 像我一样今天认识他的 那你可以说 yeah I know this guy although he's dead ok 所以这跟英女王死的时间差不多 重要的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费德勒的退休 我们会另外做一集 好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各种方法